那总体而言呢 就是宣传警告先礼后兵 这八个字 那这个八个字呢 涵盖了意味呢 是非常的广泛的 后续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种扫街的情况 建设香港的情况 清除路障的情况 维修天桥的情况 维修护栏的情况等等 那我相信呢 解放军呢 会更多的以这种 这种民间参与的形式出现在街头 好 我们开始啊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这个周末呢 香港依旧是火光冲天 四处暴乱 那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 那跟警方的对峙呢 非常严重 那整个大桥呢 就被烧毁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重点的分析 是香港驻港部队 在11月16日呢 身穿便装 然后出现在了香港的街头 那做什么事情呢 和这些市民呀 一起这个打扫卫生 拿着这个水桶和这个扫把 扫街 搬砖 清除路障 这个呢 这个动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就没有想到 这个香港的驻港部队啊 解放军第一次出现在香港街头 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就是拿着水桶 拿着扫把 去扫街啊 这个清除路障 那很多人呢 之前有很多猜测 认为呢 驻港部队 可能会这个 去干涉啊 或者是就加入警方 来进行镇压啊 等等啊 就是局势呢 弄得非常的似乎很严重 而没有想到的呢 是解放军呢 用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了香港街头 那这个出现之后呢 就迅速的 传遍网络啊 也迅速的引起各方的解读 那支持的一方呢 就是拍手称快 就觉得终于啊 你们出现了 对吧 那觉得 这个特别是有些市民呢 站在政府一边的呢 觉得更安全了啊 因为确实 现在香港的情势呢 搞得市民的生活呢 这个被干扰的非常严重啊 生活工作学习 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那所以呢 这解放军上街头呀 你看那个视频的画面 很多人在那里叫好 说这个要感谢 而且在那鼓掌 那就像中国大陆的这边的 一直以来的一个主调 就是呢 军民雨水情 对吧 那香港的情势呢 其实复杂的多啊 那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特别是香港的反对派 民主派阵营 民政以及呢 美国的一些议员 那自然站出来 那就呢 谈了 大量的指责啊 指责什么呢 那就说认为呢 是违反了基本法 违反了宪法 那到底他有没有违反基本法 有没有违反宪法 以及解放军的这个动作 他想传达什么样的含义啊 那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那希望呢 各方呢 怎么去解读 今天呢 我呢 给大家来做一个深入的解读 那基本上呢 我先说结论 就是八个字 宣传 警告 先礼后兵 那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八个字啊 宣传 警告 先礼后兵 那有人说 这解放军啊 上街 拿着水桶 拿着扫把 就是扫街 就是帮助市民一起 这个清除路障 这是在做好事情 不用过度的解读 那我想呢 这个肯定 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呢 可能到一定的极致 才会这么想 那解放军的动作呢 牵动人心啊 那稍微的一举一动呢 都会引起各方的关注 因此呢 解放军呢 每做出的一个动 任何一个动作呢 不可能不做 这个政治上的解读 他也不可能没有 任何的这种政治含义 他一定是 这个含义非常丰富 然后呢 各方去解读 那首先说这个反对派的 他这个跳脚啊 就是 跳出来就好像很生气 立马发出了这个严正的这个声明 警告啊 各种分析的文章 包括这个反华的媒体 写了很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呢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最好呢 在香港再来一次六四 啊 那或者是呢 这个部队啊 中国的部队 去跟这个市民 发生了冲突 打起来了 然后呢 怎么样了 那这样子呢 他们就会有 更大的这个宣传啊 就觉得呢 又把 中国解放军 又把它给这个 又提供了非常好的题材 给这些反对派做宣传 那你现在的解放军上街 啊 和市民在一起清除路障 那他明面上表达了 至少传达了这样的含义 就是呢 我是在 呃 保护香港 对吧 让香港正常的 有序的可以运转 在维护香港 啊 让香港的马路可以通畅 啊 让香港的这个 街上不要那么多砖头 那 所以说呢 在建设香港 那如果说表达这样一种 这个形象的话呢 其实这就是什么叫做宣传 我讲的第一个词 关键词 宣传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会传达给香港的市民 中国的这个市民 华人世界 甚至全球一个性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 解放军是一支呢 这个建设香港 维护香港 保护香港的这样一支力量 而反对派呢 和反对派所鼓动的这些学生暴徒呢 他们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呢 是这个人燃烧瓶 啊 用弓箭进行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独路 然后呢 这个 阻碍交通 然后侵犯别人自由 是这样的力量 所以说 谁站在了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 无论是政治宣传啊 还是这个作战啊 各方面的 你一定要站在一个正义的一方 对吧 叫师出有名 那你这个仗就能打得赢 那你这个仗就能打得赢 有机会打赢 对吧 因为你能夺得很多人的同情 帮助 很多力量的支持 对吧 如果你师出无名 或者是你这个师出的这个名声很臭 对吧 那大家一觉得就觉得你这个 这个不靠谱啊 或者是这个乱搞啊什么的 你这个一旦失去这样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名声的话呢 你这个仗呢 就没法打得赢啊 你这个就没法去作战 所以第一点 其实我认为呢 这个宣传战 宣传战非常重要啊 宣传在先 宣传战做得好 你的战役才能打得赢 宣传战做不好 你这仗是打不赢的 就像最近的香港大专 大专学界的这个发言人 女发言人 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 非常老牌的记者呢 采访 那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呢 荒腔走板啊 表现得非常不好 那这样的一个 这个情况呢 就是在宣传上面呢 就 就已经这个败下阵了啊 我们看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反对派 那在宣传上面的话呢 在这一局当中呢 我认为他是输了啊 那 在这个解放军呢 他们穿了三种服装 或者两种服装啊 一个呢 是这个 休闲的绿上衣啊 和黑色的 短裤啊 那呢 就是正常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军人的休闲装啊 那还有一呢 是穿的是 有这种蓝色的和这个黄色的啊 这个篮球 打篮球的这个队服 运动服啊 但是运动服的后面呢 写了字呢 这个引起了非常多人的注意 这个字写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字叫做 第一种呢 是叫雪芬特战营 雪芬特战营 第二个呢 叫做特战八连 这个很多人呢 不了解 特别是香港人的 真的是不懂政治 他根本对中国的这个部队啊 政治啊 这很多东西他不懂啊 他就觉得呢 就西方那一套 就很简单 通常简单 就是去冲啊 自由啊 民主啊 去喊一喊 好像就行了 政治这个东西 军事这个东西 是非常复杂的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雪芬特战营 它是怎么回事的 它是有优良的传统的 它又叫做雪芬团 雪芬是什么呢 是 他是这个中国著名的将领 彭雪芬 亲自创建的这个部队 所以呢 他是一种一个这个特种作战大队 他肩负的什么任务呢 是侦察反恐和应急 等特种作战任务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种兵 那他的这个副团长呢 雪芬团的副团长呢 叫何健 是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 他这个在国际侦察兵竞赛中 拿到过第一名 就特种兵的作战 特种兵大家知道 特种兵的这个比赛啊 有一种 他是叫什么呢 叫做 没有死亡的 死亡竞赛 什么意思呢 他 首先他是一个比赛 对吧 但是呢 按道理讲比赛嘛 他不是说真的是 拿刀拿枪 你死我活 但是呢 他是一个一种死亡竞赛 说明他整个的比赛呢 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啊 那特种部队 比如说野外生存 特种生存等等 非常复杂 那因此呢 这个拿到过国际侦察特种兵的最高荣誉 叫做卡列夫勇士奖 那这个是非常 我们看那个直播镜头里面 这些战士这个街上啊 也是非常魁梧啊 那这是雪芬特战营 另外一个呢 叫特战巴连 特战巴连呢 又叫做天狼突击队 是一个副营级的连队 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除了他是一个特种作战大队以外呢 他的干部呢 普遍比其他的这个配置的干部呢 要高一个等级 比如说他的副营级的连长指挥员 就是说他的连长指挥员 他的直级呢 不是连长 是副营级 那他的这个副连长呢 是正连级啊 那排长呢 是副连级等等啊 那逐渐呢 他与众不同 他们真正的最特殊之处 就是他们的身份 就是特种作战 然后他们的名称 编制装备 等各种硬件 都是一个非常的精良的啊 那因此呢 他们是一群 特种部队嘛 那肯定是羁押群穷 一群特殊的人啊 那在国外呢 这两支部队呢 也非常出名 那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深入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就是大家听完之后 一定就是有个印象啊 他们是特种作战部队 所以说 还是回到我们讲的第一个关键词 叫做宣传 给市民的感觉是 不管你是什么部队 对吧 各种部队也好 什么部队也好 解放军也好 那你上街 你是给和市民一起来 做义务劳动 对吧 来帮助香港 来恢复秩序的 哎 而且你穿的衣服呢 有没有任何的装备 有没有穿什么军人的装备 就是运动服嘛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也没有带任何的武器 那在宣传上面呢 能够获胜 那跟市民在一起 就清扫垃圾啊等等的 那无害 对吧 至少是无害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第一局 那但是呢 他又一定会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嘛 对吧 那一定会引起很多解读嘛 他又第一传达的是解放军 第二传达的是两支 特种作战的部队 他把这个部队的翻号 这个名字告诉你 那是表达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解读嘛 对吧 特种作战 城市侦察反恐 好 城市侦察 敌特 就敌方这个特务 对特务作战 好反恐 大家知道 美国在香港的领事馆 是全世界在外地 领事馆最大的一个 为什么 整个亚洲地区 特别是东北亚地区 东亚地区的各种情报 敌特工作 全面在香港 所以说这支特种作战部队 它的核心任务 第一核心任务 是对国外的 境外的这个敌特势力 进行反侦察 反渗透 等等 那这种就是特种作战情况了 那第二个 他想承担的是什么呢 就是反恐 那反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香港目前街头出现的局势呢 以很多的判断 已经具备了这个恐怖分子的初步形态 就是什么呢 昨天的一个消息吧 就是这个11月17号 那这个香港的理工大学 那它的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有害化学实验品 已经被偷走 不知道现在去向是哪里 那这种化学实验品的话呢 那这些大学教授科学家 他们呢 赶紧报警 为什么 因为这些化学药品是可以引起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恐怖事件 什么意思呢 比如举个例子 有些氢化物是非常非常毒的 它如果说散播到空气中 或者是散播到水中等等 不管怎样 那如果引起这个公共安全事件 比如说引起几个人死亡 对吧 因为你空气和水嘛 这个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又怎么能知道呢 对吧 比如那饮用水 公共饮用水 很多这个城市都有公共饮用水啊 等等 那万一被这些下毒 那怎么办 这你不要以为做不出来 这个从反恐角度来说的话 它是这样 它是就是无孔不入 对吧 那你是要防患于未然 你不是说等你出事了 你再去解决 那肯定不行的 出事呢 就到了后面一个环节了 那在前面头就应该把它给阻拦住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分析下来的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宣传 第二个讲的是什么呢 警告 警告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有两层含义的警告 第一层含义就是 对这个在香港的敌特势力和境外势力 那进行什么呢 叫做反渗透反侦察的这个 特种作战的这个警告意味 是非常浓厚的 你继续在香港支持这些反对派 搜集这些情报 然后呢 来搞乱香港 进行搞乱中国的话 那这些这个特种作战部队的话 那肯定是要进行反渗透 反侦察 那这个呢 是毫不客气的 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反恐 反恐你初级的恐怖主义的形态 如果已经形成的话 那我这个部队我是可以出现 出现之后呢 我是可以进行这个反恐作战 我觉得这两个是 一个是宣传 一个是警告 那先礼后兵是什么概念呢 先礼什么是礼呢 先礼后兵就是 我一开始上街 超出很多人的意料 我不是来给你打仗的 我也不穿着军人装备 我也不去这个和这个市民 和这个暴徒呢 进行这个在对抗对峙 我就是来这个街边扫一扫 对吧 那这个先礼 那后续如果说解放军 因为香港的解放军 大家知道他有一个总部大楼 驻港部队总部 他同时能有很多个营区 他不是只有一个营区 那如果很多个营区都走上大街 都走上马路上进行扫街的话 那这个事情 你除非是说这些反对派 你不抗议 不丢砖头 如果解放军这时候在扫街 在搬砖头 你用砖头来进行攻击 用燃烧瓶进行攻击 伤及到解放军 那这个事情就搞大了 对吧 就搞大了 那你这个一旦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很不好说的 这个不好说的 这个说不定哪个二六子 我给你讲 哪个燃烧瓶就扔过来了 他扔过来了 这个事情呢 就变得非常严重 所以叫先礼后兵 那很多人说 特别是香港的反对派 和美国的这些人 他们说这个叫违反基本法 那也有呢 大量的文章分析呢 包括香港的一些律师呢 认为呢 这个解放军呢 是在休息时间 他不是一个工作 当差的时候 他是休息时间 着便服 那在街上呢 进行清扫任务 他不是一个军事任务 就像一个学生去香港 他的主要任务是读书 对吧 但他这个上课余时间呢 休息时间呢 他可以上街做公益呀 或者是购物干嘛 那这是他的自由呀 对吧 那解放军也一样 他这 这也是他的自由呀 他没什么 他就休息时间 不能说 所有人不能准备去园区 园区 那个营区 这个没有这个规定的 那我就处理了营区 对吧 那我就清扫 跟这个老百姓一起清扫 漏账 那我支持我的自由 所以说这个违反基本法这一条呢 应该是不存在的 大家想想 朝鲜这个和 这个美国打仗的时候 那中国呢 去支援朝鲜 叫支援军对吧 叫中国人民支援军 什么意思呢 就这些人 就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 没有要去跟美国打仗 但这都是老百姓 看不过去 对吧 你都轰炸轰炸到中国东北了 对吧 那我呢 成立一支支援军 他们自己愿意 对吧 支援 去复朝 同美国作战 那香港这个情况呢 其实呢 从政治宣传角度来说的话 手法非常多 我部队驻扎在那里 我还有 我还有 我能想到一些办法 难道都想不到吗 所以说 你这个 我觉得香港这些呢 这个脑筋呢 就坏掉了 不知道这个 灵活的应变啊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香港解放军 出现在街头呢 正好是习近平呢 在巴西提出 止暴治乱的重要讲话 这个呢 是这个行动呢 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我们说他这个 整个的 政治的解读呢 我们呢 今天又解读这么多 那总体而言呢 就是宣传警告 先礼后兵 这八个字 那这个八个字呢 涵盖了 意味呢 是非常的广泛的 后续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 更多的这种 扫街的情况 建设香港的情况 清除路障的情况 维修天桥的情况 维修护栏的情况 等等 那我相信呢 解放军呢 会更多的 以这种 这种民间参与的形式 出现在街头 但是不好意思 如果你一旦攻击到解放军 那解放军 也不会给你客气 这个是中国军人的一个特质 中国军人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这一直以来 这个中国老百姓呢 都是耳熟能详的 特别是以前讲美国 对吧 那我们那个军事实力 那中国以前激弱 激弱嘛 对吧 贫穷落后 那我给你打 我也打不过你 对吧 那我呢 提出的一个 一个方针策略就是呢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对吧 大家交朋友 是不是 今天的解放军 还是先里后兵 我就在街上 做好事 对吧 但是你如果一旦犯我 那不好意思 那我给你呢 干到底 对吧 我们知道 像这个香港呢 这个情况呢 让我想到了 中国人解放军呢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当时的解放军 进入到上海 解放上海的时候 大家很多 看看历史书都能知道 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呢 很多市民是不知道的 他们就是 在大街上 静悄悄的夜里 进入到上海 然后国民党的部队呢 被打跑了 然后进入上海之后呢 他们就在这个 上海的这个大楼 街道 卧地 休息 就在地上躺着睡觉 那很多市民 第二天早晨呢 出门买菜 或者是呢 这个 这个 早晨起床呢 打开窗户 我一看 哇 这街上怎么这么多军人呀 这就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 他就是不扰民 对吧 那现在呢 他在香港呢 也做出这样一个举动 这还是这个 共军 这个 我军吧 这个 一个优良的传统啊 那最后呢 我们用这个 环球时报 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呢 做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啊 那这位专家说呢 这次行动释放了一个重大的信号 就是呢 中共驻港部队 对特区的社会秩序的恢复 负有使命 我觉得这句话呢 说的非常的到位 后续香港的局势 香港局势的恢复 解放军都负有使命 那具体的话 怎么做 我们呢 持续去观察 好啊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再见 拜拜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